大約一位想草太太心切 早就起來跑去那裡等 《殘月在天》 書生看到一位老先生看書 就著月光看書 一看一看 書生自己懂梵文 以及波斯文的那類文字 不是中文 一點都不懂 就問老先生 你專性大明雅之餘之類 他說 你看了甚麼書 我看了一個幽名之書 幽是幽默的幽名 幽名是陰間的書 他嚇死了一跳 他說陰間的書 為何你來這裡 你這裡是人世 先生你不知道 你起床起床 你一路上街的人 一半是人 一半是鬼 你知道嗎 你起床太早 所以你做一半 一點都不奇怪 他就問 你老先生做甚麼事 他說我掌握人世間的婚姻大事 於是 這個書生就說 我這樣 我們一定會知道我的錢 因為我朋友 今天要介紹我 希望知道行不行 這裏是文言文 不過很簡單 我先說 可不可以成事 老先生說 未也不行 命久未合 若你命中沒有住靜未合 你雖然說降嫁 要求也不行 尚不可得 放棍左扶 你現在 你的朋友 要介紹你的女兒 叫棍左 你高官的女兒 君知府 你的太太剛剛三歲 年十七 當入軍門 他十七歲的時候 便可以嫁給你了 這位書生說 他說 這位三個 我將來的老婆 是甚麼 你家庭狀況如何 他問他 他說 賣菜陳婆姨 賣菜 是賣菜的姓陳 陳婆 早上等了 那個朋友都沒有來 他跟著他與下老人 去到街市 看到獨眼婆婆 在黑板上 抱著她三歲 三歲女兒的女兒 入市 那個獨眼婆婆 已經醜了 那個女兒更醜 那三歲女兒更醜 哇 他看到這張愛老婆 多得了 馬上就起了殺機 他問那個老先生 他問他 可不可以把他幹掉 是嗎 我又用引文 老人說 此人命當食天綠 天象是天綠 過公口綠的綠 恩子而成一 將來這個女兒 他生的兒子 會被皇帝封賞 容可殺婦 怎能殺得 於是說完之後 老人不見了 不知所中 師生大罵 老妖怪 老妖精 衰口衰臉 罵他一輪 罵他一輪 罵他一輪之後 就回家 跟他身邊的親信說 他說 我呢 草太太一定要門當戶對 即使不能夠草 也要求適藝相傳的寬場女子 慢慢做她負為正則 他本來就是 唐代 如果你讀傳奇 唐代 希望娶五姓女 希望方向自己的事業 儲不到我 也要找個公恩 慢慢將她負 他說 我怎能儲一個 獨眼婆婆 那些怪女子 於是就吩咐她 給她一把小刀 你給我 負責吧 那她真的 那身福就去了 第二天早上去市場 找到那個三歲女子 一刀刺過去 誰知道她想刺她的心 而不刺到她的額頭上 回來告訴她 對不起 她沒有死到失手 她說 初次其心 不幸 而行中 眉間 長話短說 一過十四年 這位書生 因她的父親 父親的照顧之旅 做了小官 太子黨 上司 賞識她的才能 把女兒嫁給她 所以夫人過門後 夫人就快到十七歲了 快到未能到 美艷動人 但是她在眉間 時時貼了一個花紙 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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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唐朝一種婦女的飾物 是這樣的 她常常說 她睡覺又不脫下 洗澡又不脫下 她就很奇怪 她問起她的恩友 她說出來 她說 現在你的上司 真的肯將她嫁給她 不是我的親生父 我的親生父 很早就死了 我媽媽和哥哥 相繼都死了 所以我沒有做 兩、三歲的時候 我的奶媽 即是獨眼婆婆 看到我可憐 收養了我 一直這樣 就賣菜過活 過了十幾年 大家知道是甚麼意思 這個女生 三歲時 你說你想殺死 她殺不死 她跟著你 現在就做你老婆 雖然現在還未驗動人 但是一樣是fatalism 命定了 走不掉 你怎樣走也走不掉 第二個 第三個就是畫本 這是很有名的故事 不是希臘悲劇式的悲劇 但是我從頭到尾說到尾 十五貫 的貫字是古船 我們在銅錢中間有一個洞 是穿過洞 十五貫的貫是一條繩 揹在身上 為甚麼這十五貫 棄然成巧禍 每天都做過經劇 我先說 像話短說 一個叫劉官人 是書生來的 畫本和唐寸記 最大的分別是人物 這個書生 讀書不成就根本做生意 做生意也不成 他有個劉姓劉 是劉大娘 儲了一個涉事的兒子 經常都做不成 到岳父生日的時候 岳父派人去接他的女兒回去 順便請女婿 岳父說 你需要做生意 於是借了十五貫錢給他 做資本 這個大壽 所以太太留在梁家 跟他爸爸 他自己便回去 回去便很快樂 途中在鄰人裡喝酒 喝到醉紛紛地回去 回家的時候 二次就等門後 乖乖地等門後 等他這麼晚都不回 但在那裡喝完肺 就喝著入酒 到開門的時候 這個劉官人 就不太高興 在遲才喝完 你才來開門 他跟他說 我賣了你 他現在沒有什麼事 但想想 他嚇一嚇 賣了你 然後嘻嘻嘻 嘻完之後便睡覺 睡覺 十五貫錢便放在身邊 而且想想 我們相處很好 兩夫婦都沒有兩句 為何要賣我呢 就想找出理由 於是早起床 便沒有通知他 走出去 在路上 回去找自己的爸爸媽媽 問爸爸媽媽 知不知道這件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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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